特区政府广东粤澳合作基金项目介绍会 于6月11日下午举行 澳门金管局向立法会议员介绍基金内容并回答提问 广东粤澳合作基金于上月由粤澳双方代表 正式签署基金合伙协议 目前已完成注册手续 即将正式运作 主要投资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及有一两地经济名声的优质项目 该基金采用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形式 澳方为有限合伙人 出资200亿人民币 首阶段将投入20亿人民币 而粤方为普通合伙人 出资1000万人民币 并负责基金的运作和管理 基金存续期为12年 年均总回报水平为3.5% 超过7.8%以上收益 按照澳方55% 月方45%分成 澳方或保本保收益 并有额外分成机会 而月方则承担基金全部的运作风险 即所有亏损 此外 由于澳方以人民币出资 存在一定的汇率风险 但可利用人民币汇率对冲工具进行调控 总体而言 风险相对可控 月澳合作基金将有利于澳门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推动月澳金融创新合作 为两地带来极大的民生效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